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英国 主人公亚历山大博士是一位狂热的科学爱好者 一天他和未婚妻在公园约会的时候倒霉的遇到了杰匪 杰匪抢换钱还想要未婚妻的戒指 未婚妻不从 在争抢的过程中 杰匪的枪走火打中了未婚妻 杰匪惹完事就溜了 只剩下男主悲伤不已 他立马投入时间机器的研制 希望能用时间机器重返过去拯救未婚妻的生命 最后啊时光机研制成功 男主也成功穿越到过去见到未婚妻 并带未婚妻离开公园去到安全的地方约会 就在男主为未婚妻买花的时候 一辆路过的马车把未婚妻撞翻在地 就这样未婚妻再次死了 之后他发现 无论他回到过去多少次都没有办法拯救未婚妻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于是男主决定到未来寻找答案 时光飞逝 人类的衣着迅速发生变化 周围的建筑也变得越来越高 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 人类的足迹已经踏出了地球 男主感觉差不多了 于是拉下机器的拉手停在了2030年 他来到一间图书馆询问关于时间机器的问题 机器管理员小黑却说这个问题他无法解决 因为现在人类还没有发明出时光机器 于是男主又往前穿越了几年 来到了2037年 只见外面是一片废墟 很快开过来一辆车 车上的人跳下来就要把他带走 什么情况 原来月球被人类搞开发给弄炸裂了 还脱离了原来的轨道 解体中的月球时不时就引发地球地震 就在这一时月球再次引发了地震 警察也过不了这么多 撇下男主就跑了 男主赶紧爬上时光机器逃走 但强地震却把他给弄晕了 于是时光机器就一直不停地往前走 带着昏迷的男主在时空里穿梭 只见机器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 海洋变成沙漠 沙漠变为山川 山川化为平原 平原长出树木变成森林 冰原融化淹没地球 海洋孕育生命 最后森林再次覆盖地球 就这样往往复复的变化 等男主醒来的时候 拉下机器 才发现他竟然来到了八十万年后 此时的月亮变得粉碎 当地的土著救了他 这或许是人类最新进化的模样 他们说着男主听不懂的语言 在悬崖峭壁上修建房子 幸好一个黑妹会说英语 于是男主住进了黑妹家 男主告诉黑妹自己是从过去穿越来的 想要寻找一个答案 于是黑妹就带他去找时光机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时光机 黑妹请求男主把自己的弟弟也带走 就在男主犹豫着要不要答应的时候 一群长得很像人类的怪兽出现了 原来在这个时代 人类已经进化成了两个物种 一种是居住在地上的普通人类 一种是居住在地下攻击力非常高 体格十分健壮的怪兽人 怪兽人捕食普通人类 他们抓走了黑妹 男主为了救黑妹去到了怪兽人的洞穴 见到了怪兽人的首领白毛哥 原来白毛哥抓黑妹回去 是想用来繁衍后代的 他看穿了男主来这里的目的 于是解答了男主 为什么他每次救未婚妻都失败的原因 因为只有未婚妻死了 男主才会造出时光机来 如果他没死时光机器就不会存在 一切都是因果关系 说完后 白毛哥就把男主扔到时光机上 表示他可以滚回去了 男主则十分不满白毛哥的残暴行为 于是和他扭打在一起 你让我滚我就滚他 在扭打的过程中 白毛哥掉出了时光机器 最后随着时间的消失化成了灰 而男主则穿越到了六亿年以后 他看到这时的地球 已经被怪兽人给破坏到 接近毁灭了 于是穿回了怪兽人的洞穴 救出了黑妹 并利用时光机的巨大能量 将所有怪兽人消灭了 没了时光机 男主只好留在了未来 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时间机器上映于2002年 改编自英国传奇作家 乔治·威尔斯的同名小说 时间机器是威尔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也是世界上第一部 以时间旅行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向我们展示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时间旅行 同时也表示了 他对于人类和科学未来的担忧 希望电影中的场景 不会有到来的那一天 好了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